哈囉各位觀眾 今天是我們連假的最後一天喔 今天最後一天喔 那還是帶大家出來 帶他們三寶出來跑一下 那大家應該看新聞氣象應該知道 我相信現在中北部應該都在下雨了 那我們南部呢現在也感覺快了 我剛剛騎車過來的路上呢 已經有點在滴雨了 就有點像老人在滴尿那樣子 滴了一兩滴啦 所以我不敢帶他們離我們家太遠 今天就是不敢離太遠 不是離太遠是離太遠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 盡量在我家附近的部分 那再過一陣子就是等到那個 氣候呢比較穩定一點喔 因為這一陣子忽冷忽熱的 所以不方便幫他們剃毛啊 那你看我們久久呢他的毛已經爆炸多了 那大大不用講 我們今天剛剛下午呢 我們獄警小腰郡呢 我爸 你知道喔 就是男人的浪漫呢 基本上都不是 不是大家想的那一種喔 我爸居然心血來吵 約說 我們大家一起去廟裡拜拜 想說 你為什麼不約去什麼 雖然說現在疫情期間呢 盡量不要去什麼人多的地方 但是他居然 自己覺得很浪漫 約我們去廟裡拜拜 那在 行走的過程中呢 所有的路人經過看到大大 都會丟下一句 就會從我的耳邊飄過一句話 就是 好胖喔 你看他好胖喔 欸好可愛喔 我太胖了 大大 所有的人 今天你走過的所有的路人呢 都說你很胖 剛剛說我很帥的大神 陳莎莎小姐 你太謙虛了 你什麼是大神 你頂多就是一個小妹而已 小妹妹而已喔 有說我帥的呢 通常都是年紀很輕的 所以你不是大神 不要小看自己 好不好 在 在 爸爸媽媽面前 我們永遠都是小孩 那 那個連假結束了喔 這幾天大家在幹嘛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子啦 就是 現在疫情期間呢 真的不鼓勵大家 去人多的地方 所以呢 還是盡量可以 可以再來這種空曠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想運動的話 可以到一些比較沒人的地方運動 那 盡可能的 待在家裡面 宅一點沒關係 現在你看百年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跟你講 那個 以前是這樣喔 你待在家裡太久呢 長輩朋友 親朋好友 左鄰右舍一定會在那邊幹狗 他會說 你看 有空出去走走 多去社交 多去認識朋友 出去找工作 不要待在家裡 不要宅在家裡 現在不用 現在連政府都 都鼓勵你待在家裡 這個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喔 以前我們在宅的時候呢 還會被念 現在在宅千金地益理所當然啦 所以呢 這部分的話呢 真的是 非常非常鼓勵大家喔 就是不管是在連假期間 或者是在 之後啦 之後呢 如果說你 有一些空閒的時候呢 會建議大家可以多待在家裡面 看看書 或者是看看我們頻道喔 你知道我們 我們那個 連環泡的YouTube頻道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散步影片 可以陪伴你在家裡面 就算你身心靈了想要散步 沒關係你看我們的直播 看我們的影片就OK了 再來就是你也可以去看我 上發聊俱樂部的頻道 有很多很可愛的 我們Happy的生活的影片可以看 然後當然還有網帥的一些 以前的那個旅遊的影片可以看喔 最近我想要整理一下 因為最近大家都不能出國 然後也都很悶 也不能出去玩 什麼都都 哪裡也不能去 那我其實我我的硬碟裡面 還有之前去清景澤的一些 那個旅遊的影片都還沒有剪接 這個早時間呢要趕快剪一剪了 讓大家可以有一種心情 可以再出國的那種感覺 那當然呢也是可以 如果你無聊了 你可以去搜尋 上發條旅遊頻道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我們以前去出國玩的一些影片 解解禪也不錯 這個部分非常的鼓勵推薦大家 那再來就是如果你真的不要看影片 其實偶爾呢讓自己眼睛休息一下 最棒的方式是什麼 補眠 你就把我們的頻道呢打開 因為其實呢 我之前已經有做過很統整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網友的一些評測報告 他們都同意推薦呢 就是我們連環泡有芒果的散布的影片 非常有助眠的效果 可以不用看畫面 你只要聽這個帥帥的這個影中人 那個畫外音呢 就是我們這個性感磁性的帥哥旁白 基本上呢也會達到助眠的效果 這部分也是非常非常推薦的一件事情 就是平常呢 可能遭久忘 不是遭久忘 就是可能你平常工作太多 窮忙或者是什麼事 現在完全的藉口都沒有了 可以在家好好的補眠睡到飽 就是開我們的直播影片 聽這個有性感磁性的聲音 基本上呢 就可以達到你很好的 充分的休息跟睡眠 這是其中一個非常棒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的眼睛OK的話 不要看什麼3C了 不要看影片 不要看電視 不要看任何平板 偶爾呢把你書櫃裡面的一些 買來不會看的書 拿出來翻一翻 其實也別有一番風味 為什麼講呢 我相信所有的人 包括我自己都一樣 我們有偶爾呢會去到書店 然後去到書店呢 就會說 感覺你知道尤其是像成品書店 他說故意把整個氣氛 氛圍弄得很書卷氣息 讓你莫名其妙覺得自己很文青 感覺好像自己拿一本書在手上那邊看呢 才像是一個社會份子 這個時候就是要買一本書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像我啦 我每次去逛書局 偶爾都會帶幾本書回家 但是說白一點 有在看嗎 不一定 我隨便舉個例子喔 我有很多朋友就是這樣子 他可能會去買一些什麼 如果你不努力 你就會怎樣怎樣之類的 就是很多勵志的書 然後就 感覺我拿到這本書以後 我買回家 我就會很努力 但是基本上你連看都沒有看 你只是買了那個標題 然後你就回家了 然後 那本書呢 就被你窩在你的某一個衣櫃 或者是某一個書櫃裡面 甚至被壓在沙發下面 就沒有再看過了 因為呢 我們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就買一個標題 就是書的標題呢 越聳動 越符合你的心境 你就會覺得喔 那我買這本書呢 我就會變成這樣子 但是呢 那個標題買完 你連內容都不會看 像我就是 我之前買了很多什麼 如何認識蔬菜 為什麼要買這個書呢 我在好市都買的 就是有很多健康的蔬菜 什麼之類的 然後每次翻的時候 你就會想 這個以後 如果我老婆生小孩了 我一定要三餐都煮一些蔬果 讓營養平衡 這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後買回來 我講白一點 放在我廁所的那個 書的最下面 想說大便的時候呢 可以拿來看 可以拿來翻 結果呢 一夜都沒有翻過 因為其實 在當下 你在買書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這個內容不錯喔 買回來 真的完全沒有在看 然後 我有很多朋友是這樣 就是 買一些立志的書 或者是一些工具書 多多我丟出去了 大家看到了 大家去撿 買一些工具書 那工具書呢 就想說 好 比如說現在教你 電腦剪接的影片 的那個書 然後就是 哇 我要買這本 這個呢 回去以後呢 我就會擁有電腦剪接的技能 但是說白一點 他們買回去呢 根本連看都沒有看 還是不會 跟數學一樣 不會就是不會 這個部分呢 就是 人都是這樣子 我發現好像現在這個時代 更誇張 以前呢 那個時代是因為 書有點貴 買了呢 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我們又沒有手機 沒有平板 電視又 又掃台 所以呢 會買很多書回家看 殺一點時間呢 也充實自己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很多影音非常發達 你說 說白一點 你坐在那邊 你第一個想到的 絕對不會是看書 你可能會拿起手機 像我就知道 我會拿起手機 滑一下臉書 開一下IG 然後呢 偶爾用手機剪個片 然後拍個影片 這樣子 就度過一個下午了 那如果還有有一些 再厲害一點呢 就是手機拿橫的 手遊開始打 手遊一打下去 哇 一整天又不見了 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 在這個時代 要看書真的非常難 不過呢 還是鼓勵大家呢 有空還是多看一點書 不是說看書呢 它一定要有一個 利益的效果 有的人會覺得說 我看書就是要學東西 這非常好 但是呢 很多時候看書 你不要把它當成是說 你這一本書看完以後 你就是一定會 一定會得到什麼東西 很多東西 都是徒勞無功的 我以前最常聽的相聲裡面 就是這樣子 很多事情都是徒勞無功的 你並不能說 你做任何事情 都一定會得到代價 這個東西 不過呢 你有做的時候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幫助 可能就是 你偶爾可能會增加你在 文字撰寫的能力呢 或者是分段落啦 段落的一些能力呢 其實 看書看久了 文字看久了 你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些 一些潛在的潛意識 還是會吸收一點東西 那當然看書呢 就是還是 還是要有那個心境在裡面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 好 比較進入 比如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像我們以前呢 不喜歡讀英文 不喜歡讀數學 不喜歡讀歷史 這個部分 我們在讀的時候 你就會很篤爛 所以你根本沒有心 要去讀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完全就是在放空 這個就是浪費時間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書 比如說 我看料理的書呢 我就會 一邊看呢 他教你怎麼備料啊 然後要準備什麼東西 你就會有畫面 你就會很認真的去 咀嚼每一個文字 然後去想說 哇 那如果是這樣子 我如果再加這個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風格 會不會有什麼味道 這個就是有興趣的時候呢 你就看你有興趣的書 就會很棒 但是通常 像我好了 我買了很多的料理書 要用的時候 才會打開來看 現在呢 反而不大看書 因為現在也沒時間看 因為都要顧小孩 不過呢 我的意思是建議大家 就是反正 如果你們沒小孩的話 連假沒事幹的話呢 可以把你們 藏在你們書櫃裡面 乘風已久 你以前買的 都還沒有看過的書 可以拿出來看 尤其是一本 有幾本非常重要的書呢 是可以推薦 這是在我人生必備的書單裡面 第一本就是那個 天兵週記 這個是天兵週記 然後第二本是那個 童年的27件大事 第三本是 字體肺炎 然後第四本就是 汪星人出任務 這四本書呢 基本上都是同一個作者 聽說那個作者蠻厲害的 然後又長得蠻帥的 其實在這個時代呢 作者 基本上很多 就是看起來就是 比較文學氣息一點 但是你要偶像型光環的作者呢 非常非常的少 剛剛講的那幾本書呢 其實都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目前線上可能只有汪星人出任務 還買得到 那前三本呢 應該都已經停止 那個出版了 已經絕版了 連我自己的書都留很少 不過沒關係 反正這個東西就越少越值錢嘛 我還記得我第一本書 天兵週記的時候呢 出版了大概一年半 就有網友說 欸我在舊書攤裡面有找到耶 然後 我覺得還不錯啊 起碼它還有 這本書還有一點價值 它還可以流通 那如果呢 沒有的話 起碼捐給圖書館 或者是什麼都好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最可憐的書 就是被你關在書櫃裡面 不會再打開 拿來當裝飾的 那是最可憐的 起碼你也拿出來 墊個麻將桌 這部分呢 起碼這本書也是有意義吧 二手書還有在賣嗎 因為我 我前三本書都是圖文書 所以那是以前 我還是在台北的時候呢 在當圖文作家的時候 在創作的 那本來還要出兩本小說 那中間寫到一半 就改行去拍影片了 所以那小說就停止 就沒有再寫了 一本是叫我們 這本書呢 它是有點像在寫 寫人格分裂的書 但是那個時候就寫 寫到一半而已 就沒寫了 那個年輕嘛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就是當你有一股熱忱呢 你就要把它完成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像我這樣子 就是做一半呢 你就不想做了 那日後會不會再把它再版呢 這個部分我們再來好好的 思考研究一下 好不好 對 我是 你不要看我這樣長得帥帥的 然後 穿著吊嘎 然後看起來 普普普通通的 我還是有在寫書 我還是會畫一點圖的 雖然有的時候 我畫圖 人家都以為是我抓的圖 沒有沒有沒有 那新朋友你們不知道 你講講 以前我是圖文的 我是無名小戰 暗黑圖文作家 OK 以前我們是畫圖的 然後呢 中間有一段不學好 學人家去寫 寫一些劇本 寫小說 才有在接觸文字 而且你不要說我這樣子喔 我在十幾年前 大概 我忘記十一二年前吧 我以前還有 你知道 以前有一本兩性雜誌 叫科夢波丹嗎 我以前呢 也有寫過科夢波丹的專欄 兩性專欄 喔 那個時候還很年輕 那時候才二十 二十 二十五歲吧 二十五六歲左右 對那個時候 十三年前喔 喔 超久了 以前還有寫兩性專欄 那以前也會寫一些 其實其他雜誌的專欄 我忘記了 我只記得科夢波丹 呵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完全回歸到 就是香野這種 很平靜的世界 所以我們也不追求 任何的名利 喔 我們現在只追求呢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就好了 喔 非常的 舒服的一種境界 呵呵 所以呢 也我會看到很多人呢 也會跟我講說那個 嗯 希望我兒子喔 就是還是帥 但是呢 不要像爸爸一樣 走金了齁 其實我這樣跟你講好了 我之前有跟各位分享過 當帥哥當美女其實 人人羨慕 但是呢 非常的辛苦 怎麼講好了 呃我有幾個朋友呢 長得也是蠻帥的 那 他們每天出門都是要 長得很漂亮 長得很帥 每天出門都要花半小時 一個小時 去整理自己的髮型 去補妝 去做自己的仪容 他每天都要浪費一個小時 去做這件事情 那回家以後呢 還要花一個小時 或是多久的時間去保養 很累 那你這樣子 你出去 你也不能被人家拍到你 醜的畫面 因為通常你自己覺得帥 別人說你漂亮 你就會有一點 一點包袱在 然後就會變成很多人呢 就是說 你出去呢 你拍照你拍戲 你拍影片 你做什麼事情 你就會有包袱 很多人就會說 啊你你就 這張難得拍醜了 所以就會像很多 現在很多 小網美齁 齁 如果有在我們IG都知道 都會很多小朋友呢 都會有一種網帥網美病 就是 不是阿薩利 我說的不是阿薩利 阿薩利沒有我帥 阿薩利帥什麼 我說的不是阿薩利 就是我之前在台北的時候呢 認識很多的 就是也是模特兒啊之類的 就是男生女生都有 他們都有這樣子的毛病跟問題 阿薩利倒還好 阿薩利呢 他還 他還蠻 雖然他有點包袱 這個是公認的 但是呢 他起碼呢 還是會裝醜 就是你叫他去做一件事情 他還是會願意去做 而不是 不要啊 那個太醜了 不要喔 不要不要 就是包袱太重沒有 阿薩利倒還好 只是阿薩利也是蠻漂亮的 這倒是真的 帥嘛 對不對 像我們這種帥哥 我們就不care我們自己的外型了 好 這是另外一種境界 我跟你講 因為呢 你要帥一輩子 太累了 我們每一個人 不是木村多摘 也不是劉德華 更不是金城武 好不好 然後我覺得 每一個年紀都有每一個年紀的樣子 你就過得好就好了 你自己開心比較重要 很多人都是為了別人而活 就是說 我長得很帥 比如說我今天還是很帥 那我就會說 就是 我就會一直活在別人的口中 就是 那個帥哥 那個帥哥 而不是為了自己而活 因為 你這樣子活在別人的口中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很快樂 你每天都是在打扮自己 你讓自己變成是一個 很亮麗的一個花瓶 很亮麗的一個招牌 但是你的生活 你就花了太多時間在這上面了 像我就非常簡單 你看我每天 都是一千零一套衣服 黑色的吊嘎 黑色的褲子 黑色的襪子 黑色的拖鞋 我每天 花在 每天出門 穿衣服的時間 大概不到一分鐘 這還沾沾沾的 頭摸摸摸 我就出門了 那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呢 去享受我的生活 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 去陪伴我們家的狗 陪伴我的老婆小孩 陪我的家人 我花了更多時間在這上面 所以你會看我IG的現實動態 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東西 可以跟你們分享 因為對我來講 這個才是我要的生活 這是我的世界 那外型呢 你說帥不帥重要嗎 我個人覺得我很幸運 我帥過了 而且帥過頭了 現在已經帥過頭了 以前已經帥過了 所以 所以 人生呢 就留在 把美麗的部分呢 留在那一瞬間就好 就像煙火一樣 它是很短暫燦爛的 那現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繼續 跟著時間一起走 反正我們也不能停止時間 我們就跟著時間一起走 讓自己過得舒服比較重要 我沒有要活在別人的口中 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 所以我過得很快樂 那當然啊 現在心態轉換以後呢 別人就說 你看 就是很多網路新聞會寫說什麼 你還記得以前的 無名發條嗎 以前呢 預警金城武 現在變成什麼樣 什麼樣之類的 就會有很多這種網路新聞 那我覺得也蠻榮幸的 基本上呢 還有人會在乎你 現在過得怎麼樣 再來就是呢 我自己也會把它當成是一個笑話看 那如果很多人就是 茶餘飯後會說 你知道以前那個無名那個發條 現在變成這樣子耶 起碼 我還在你們的 我還在你們的世界有一點點的故事 那也很棒啊 換一個角度想 其實也蠻不錯的 走走走走 回家了 好像在滴雨了 所以心態非常重要 我現在就已經完全豁然開朗了 我覺得已經 已經海闊天空了 可以這麼講 非常的舒服的人生 開心就好 開心就好呢 可以當成大家茶餘飯後呢 在那邊玩耳一笑的一個角色呢 也是我人 人設的一部分 反正我們的 以前我有講過 就是我為什麼叫發條 在十幾年前呢 我的筆名叫發條 原因就是因為我寫了一段文章 一個很短暫的一句話說 人生每天都過得不是很快樂啊 那所以呢 我發明了一個快樂的發條 趁你們不注意的時候 偷偷在你們背後轉幾圈 所以那個時候我才 把我的筆名取名叫發條 那它就是一個快樂傳導的方式嘛 所以呢 這跟我的人設是一樣的 所以我還是會繼續保持這樣子 那當然也歡迎你們繼續 去糟蹋我 不是糟蹋我 就是歡迎你們繼續呢 可以參與我的 我的人生啊 不管是 醜的 好笑的 還是什麼的 都好 多多那個石頭要放回去 這個就是我 我個人的人設的部分 就是這樣子 沒有太多的 現在簡單簡單講好了 就是沒有太多的調味料了 我的調味料都是笑料 跟自己 自己自於愚人這樣子 這樣就夠了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看你們怎麼去品嚐了 好不好 那最後今天就跟各位聊到這邊了 會生第二胎嗎 目前沒有想 但是未來可能會 如果有機會的話還是想要 因為我想要生女生啊 想要生女兒 生女兒的話 因為現在兒子呢 像媽媽 所有的連我媽都在講 說好險 好險喔 那個我們家瑋的兒子呢 是像 像穩穩 我說啊那 像我是不好是不是 呵呵 聽你啊 我是你兒子 像我是不好嗎 然後 因為我媽都會跟左林右舍 甚至跟我的姑姑 她們講說 你有看過家瑋的小孩嗎 好可愛喔 好帥喔 長得好像穩穩喔 好像她老婆喔 欸 欸 我也是一半的股東欸 你不用鼓勵我一下 呵呵呵 搞得我變成是一個捐金者 我不是一個股東的角色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人家很多人都這樣講啊 生女兒像 生女兒像爸爸 生兒子呢 很多都像媽媽 但是這個是機率問題 也有人是 女兒像媽媽 兒子像爸爸 也是有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第二胎可以生女兒的話 那非常好 喔那 你知道我年輕的時候呢 很多人都以為我是女生 所以你去想 如果女兒生出來 一定是非常正的正妹 OK 這部分我們一起期待啦 哈哈 不過目前短期來講呢 沒有這樣子的思考喔 一個就夠不來了啦 然後加上我們現在 呃 我房子還沒好 房子要到明年五月左右才會好 所以這中間期間呢 我們一家三口 加一貓一狗 壯壯跟阿兒呢 全部擠在一個小地方 其實有點緊 那希望呢 以後新房子好的時候呢 會有更多的空間 可以 可以生小孩 不是 可以讓他們 小孩活動 這樣子 好啦 簡單講就這樣啦 那個 生出來像賽妮娘 那我會很尷尬耶 我要負一半的責任 喔沒有 我要負全部的責任耶 如果女兒長得像賽妮娘的話 那很可怕 好啦好啦 今天跟你們閒聊到這邊就好了 喔 那個 週末 那個連假結束了喔 那希望今天閒聊呢 有 有幫助到各位 在連假期間呢 消耗一點無聊的時間 好不好 就是講一些幹話 然後 大家閒聊一下 開心就好 好不好 那明天開始要上班呢 不要覺得太猶豫 沒關係 人生就是這樣不斷的走走停停 不要想太多 反正上班而已嘛 現在有工作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 現在失業率太高了 你要再重新找工作 還不一定很好找 因為疫情期間呢 很多的行號 不是這樣 要你留職停薪 就是減薪 不然就是強迫休假 或者是無薪假 一大堆的 所以呢 有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把握 祝大家週末愉快 連假愉快 身體健康 拜拜